大家好,我是秦小叔 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萌娃警探和一个环保警察爹经历的奇幻搞笑故事 在一个诡异的夜晚,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声 环保警察奥列格紧张而又激动地哭了起来 因为他升级做了爸爸 一年后,儿子凡亚已经一岁了 虽然身体很壮,但是还不会说话 妈妈卡提娅带着凡亚玩滑梯 凡亚被后面的一个年长的孩子推了下来 但是一岁的凡亚却狠狠地进行了反击 奥列格试图让凡亚学着说话 他让凡亚学着说超级警察 显然奥列格给自己的标签已然是超级警察了 但是凡亚人生中第一次说的居然是废物 奥列格并没有听清楚凡亚说的是什么 又让凡亚再说一次 而这次凡亚口中却冒出了圣诞老人四个字 奥列格听到后瞬间就晕了过去 夜里正在睡觉中的奥列格听到了儿子的轻声呼唤 他来到凡亚的身边 发现凡亚睁着两只圆圆的眼睛注视着他 突然凡亚对他说起了话 凡亚让奥列格把他从小床里抱出去 这可把奥列格吓坏了 他连声呼唤妻子卡提娅 凡亚却让他保持安静 还提醒他 这样会把卡提娅吓倒 奥列格把凡亚抱进卫生间 凡亚竟然可以无障碍地和奥列格进行交流 奥列格意识到儿子凡亚的举动 并不像一个刚满一岁的孩子 甚至觉得有些诡异 奥列格问凡亚是谁 凡亚想了想 告诉奥列格自己是刑警部的克洛莫夫少校 在一年前 奥列格破坏了一次行动 因而在阴差阳错中 克洛莫夫就成了凡亚 为了让凡亚变回克洛莫夫 他们找到了一位中国巫师 巫师告诉凡亚只要用小拇指触碰到最强之敌的灵魂才能变回去 俩人合计了一下 最强之敌那不就是黑帮三合会了吗 于是俩人便开车前往三合会 并给警官德米拉打电话求人 但是半路上却被一辆车拦腰而撞 奥列格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人绑了起来 而这个人正是德米拉 凡亚却安然无恙地坐在儿童椅上 原来德米拉才是黑老大 德米拉早已安排好一切 他故意开枪打伤自己 然后嫁祸给奥列格 又给奥列格安领一个三合会老大的身份 这时特警队也刚好赶到 奥列格已经有理也说不清了 凡亚让奥列格抱起自己 并拿自己作为人质 然后俩人在与特警的对峙中撤离了此地 凡亚提醒奥列格赶紧上车 上了车奥列格居然不会驾驶方向盘在左边的汽车 无奈之下凡亚控制方向 奥列格控制油门 车就这样被开跑了 警车也迅速地跟了上来 凡亚驱车甩开了警察 并来到了医院 原来最强之敌其实指的就是科洛莫夫自己 凡亚和科洛莫夫俩人勾着小拇指 在特警闯进来的同时 俩人也完成了灵魂的交换 特警带走了奥列格 真相大白后 奥列格当然是无罪释放了 凡亚做回了凡亚 科洛莫夫也做回了自己 全剧中 故事来源于最猛警探 一部无厘头的搞笑动作片 让一个懦弱的小警察为了儿子变成了超级英雄 都说母爱伟大 但是也不要忽略了父爱的伟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击关注和转发哦